好咱们接着往后看 接着往后看 他说凡地有绝见天井天牢天罗天线天系 连续说了六种险恶地形 不能去千万不要去六种地形 千万不要在这些地方 离他远远的一种叫绝见 什么叫绝见 两山臂立中间加水 你们看那个应酬剑 对不对 西游记里边应酬剑 这是两座山 这是两座山 然后中间是一碗水 这种地方你千万别去离他远远的 你去了死的要多惨要多惨 对不对 然后天井也不要去 什么叫天井 就是天然做成的像一个井一样的 井不是这个中间 中间低 四边高吗 对不对 这样的地方吗 他说如果是 四边高中间低 中间挖线的 你不要呆 这种地方离他远远的 因为如果你敢在这个中间呆着 人家从人家占据了四面 直接往下扔石头 你不就被砸死了吗 对不对 你跑都跑不了 这叫天井 天牢 高山环绕 像个牢狱一样出不去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山 周围全是山 你哪都去不了 这种地方不要 不要去 你说我可以爬山 你爬山 第一是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路很难走 第二是人家有可能占据高位 对不对 占据这个山的高位 你不就不行了 天牢不能走 天罗不能走 罗就是网 罗就是网的意思 天罗地网 罗跟网是一个意思 什么地方叫天罗呢 就是好像是到处都是草树 整个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只要进去了 就好像被一个网子给网住了 这种叫天罗 天陷 就是天然低洼 很泥宁 很容易 很容易陷进去的 这种地方 天系 两山相对 中间有一条窄缝 这种地方 千万别去 如果到了急去之 这个去就是离开 很多人这个读兵法的时候 文言文不过关 这个去是离开 你千万不要说 赶紧去这样的地方 然后拿你 对吧 那你就完蛋了 是赶紧离开这样的地方 千万不要靠近 无远之 敌近之 无应之 敌背之 对吧 如果碰到这种地方 我们离得太远 让敌人离他近一点 我们想办法 赢 我们想办法赢之 让敌人背之 这时候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 你后边是一个天罗 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地方到处都是草 像一个罗网一样 碰到这种地方 我们尽可能让我们跟敌人 不是要打仗吗 我们赢 就是我们离他 我们是正面向了他 叫赢吗 我们正面朝着他 敌人背面朝着他 这样的话我们跟他打仗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敌人赶进去 敌人就不敢往后退 因为退进去就陷到罗王里去了 到天罗里去了 我们一把货可能就把它烧了 对不对 就找这样的地方 我们离着这个远一点 让敌人离着他近一点 然后后面又说军行 有一些地方 有就是行军打仗的时候 有些地方一定要谨慎的仔细的搜索 看看有没有伏兵 哪些地方呢 险阻 危险 黄井 就是有积水 这个黄秀积水池 有积水的地方 芦苇丛生的地方 山林 有 这个议会 就是这个草木 遮蔽的 非常茂盛的 这些地方 要谨慎的搜索 看有没有伏兵 因为这些都是有可能 伏兼之所 都可能是敌人的 伏兵埋在那里 敌近而近者 是其显义 远而挑战者 与人之近义 这个地方就是说 怎么去勘察敌情 前面其实所有的这些 讲的是一个词 这个词叫储君 后边所有这些 讲的是一个词 这个词叫向敌 向敌就是怎么知道敌人在干什么 你说我是不是非得 让敌人给我汇报一下 敌人才不理你呢 对不对 你说你 你跟我讲讲 你现在干嘛 你是在准备打我吗 还是你准备逃跑 敌人不会告诉你的 你怎么知道敌人想干嘛 或者你怎么知道敌人在干嘛 他说有一些征兆 有一些征兆 我们是给判断的 比如说 敌人明明已经离你很近了 却还很安静 那你就要去想 为什么 按理说离你越近应该是 应该是越干嘛的 就马上要打仗了吗 离你这么近 应该是心里面越紧张的 他这么安静 说明他有恃无恐 他不害怕 所以他背后一定有闲招 他背后一定有 就是士奇闲也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背后一定有他的依靠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诸葛亮可以用空尘剂 还用空尘剂的时候 那这个司马尼 司马尼一看说 我都在你的大 这个城门面前了 你还能弹琴 你这不就是有恃无恐吗 那这一定不是个空尘 这城市那么空 是吧 人回忆那么凶 这就肯定不是个空尘 嗯 结果人就是空尘 他就故意的反其道而行之 因为在正常的兵法上 这都不是正常兵法 所以你有时候看三国演义的时候 你会知道他们经常就是反其道而行 正常兵法上 如果离你越近的时候 应该是越慌乱的 应该是越紧张的 因为他打仗不是个冒险的事 你就有恃无恐的时候 你才在危险来临的时候 你非常的震惊 对不对 这个叫进而进者士奇闲 有时候你就你要明白 他一定有所依赖 有所依靠 远而挑战者遇人之境 就是明明还离得你老远了 就开始向你发起挑战了 这一定是想把你勾过去 让你让你去攻击他 然后其所具意义 其所具意义者利 他如果住的地方 他呆的地方 他已经准备呆在这里了 那个地方一定是对他有利的 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